創造經濟改善生活 路易相當的積極 全家人一起剝開收成的玉米 未來將它曬乾磨成粉就可以出售 而今日的收穫 來自2021年1月 艾洛伊斯風災後慈濟的援助 相當於台幣2萬5千元的收入 是好久以來的夢想 路易為家人打造堅固的房子 也運用摩托車當計程車增加收入 並提供農田的兩個工作機會 我們都在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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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慈濟給予的援助 發展出最大良能 路易保留一些芝麻種子 並添購發電機 以便取水澆水 期待來年持續豐收 也能分享經驗與慈濟之愛 給社區其他民眾 大愛新聞 蔡瑞和索阿斯 莫三比克報導 蘇洛伊斯風災